许老师教室 故事囊 司马光习光救人 古时候 有一个叫司马光的小朋友 非常之聪明 有一天 他和他的朋友仔到花园那里玩捉迷藏 他们很快就各自找到藏身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看到有一个大水缸 就想背进去 他搬来一块大石头 踩起脚 用力地爬进去 谁知水缸里面是张满了水的 这个小朋友 扑通一声 就跌进大水缸里面 他用手帕打着水 一边在里呼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家听到救命声 马上就赶紧跑过来了 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 将大家都客呆了 司马光并没有慌亂 认真地在思考 忽然 他留意到 江边有一块大石头 有办法啦 司马光搬起石头 用力地扔去缸底 框档一声 水缸打烂了 穿了一个大窟窿 缸里面的水流出来 这个小朋友得够啦 小朋友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慌张 只要冷静地思考 任何难题都可以解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